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努力之后千万千万记住要十分忍耐 什么叫做忍 什么叫做忍 忍是心的上面有一把刀 叫做忍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跟我讲我很忍耐 我说你心上有没有一把刀插在这里 他说没有啊 没有就是不够忍 你想想看 一把刀插在这里 你受得了吗 你受不了就是不够忍耐 一把刀插在这里 我还是若无其事 你就会忍 一个人要长期的得到人家的拥戴 你非忍不可 因为我们经常有暂时性的误会 暂时性的不了解 反正是忍得过去的 后面日子都很好过 反正是忍不过去 当下就过不了 当下就过不了 我问你啊 你的领导如果对你有很深的误会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又解释他又听不进去 他总认为你辩解 你找理由嘛 你死不认错 那不如怎么样 不如忍一忍 他慢慢情绪冷静下来 他会多方思考 东文厉害就是他会多方思考 想想觉得他很委屈你 然后他就感觉到好像对你不公平 那反而很容易谅解你 你好好去 时间经常会解决很多问题 根本不用你去做任何事情 我们太急了 一定要马上 一定要马上 你马上干什么 我不想你马上干什么 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到最后都是价格竞争 我们都知道价格竞争最后是同归与尽的 你卖八块 我卖七块 我马上卖五块 我卖三块 我卖三块 然后都是暂停营业 两边都暂停营业 价格竞争最后的结局就是同归与尽 你什么人际关系都没有用 公司只要没有足够的利润来维持 其他都免谈 那你怎么能避免价格竞争 怎么能够避免 就是要忍耐啊 你忍不过去 你最后就跟人家拼了 拼到最后就全完了 我忍耐 我这家公司 你来访价 你来访价 我跟你报一百二十块 你嫌贵 你嫌贵我也没办法 你一嫌贵我就杀价 那以后更惨啊 那他随时杀 他去别地方买到便宜的 我不能怪他 那我不是活不下去吗 会吗 不会 我会写封信给他 我说你上次到我们这里来访价 距离现在已经两个礼拜了 你没有再来找我们 我们就知道 你已经买到比我们更便宜的东西 所以我们特别写信 恭喜你 我们内部也检讨 为什么我们价格始终降不下来 这很奇怪吗 我们检讨的结果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降价 因为我们的材质不一样 我们这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你买的东西如果能用 你就继续跟他买 假定有需要的话 还原随时回来 他很快就回来 他只是没有脸回来 你有给他桥梁回来 你不能杀价叫他回来 我讲一句话 各位好好去体会 我们没有营销学这门学问以前 我们生意都很好做 有了什么营销学以后 我们生意就越来越难做 这是不是知识账 这叫不叫知识账 以前我们的管理只是对生产部门 怎么样把这个材质弄好 怎么样把过程严谨 我们只搞这个而已 你不要去跟顾客去搞八搞 对顾客只有一个诚实 没有其他的发样 你现在搞了很多发样 所有顾客对你都不相信 通通不相信 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旅游 门票付一张摩彩卷 我一看摩彩卷我就知道 变人了 人家说摩彩卷 你去摸说不定可以折奖品 我说一定是变人的 他说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我说有营销学以后就是变人的 没有营销学以前 我们那张摩彩卷 它是真的 多少让你摸一点 有的营销学一点 它完全是噱头 果然不错 我们几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去 就跟着摸 一摸 给你一张买东西的八折卷 你看八折卷 好八折也就八折了 拿过去发现人家没有摸彩卷了 他五折就卖了 那我八折 也认了 我说买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八折 他说这个不行 只有那个可以 就完全搞这一套 今天的顾客 对我们厂商完全没有信心 就是我们很喜欢搞现代营销学 顾客没有一个是傻瓜 你把他当傻瓜 你就最傻瓜 我这句话再讲一遍 凡是把别人当作傻瓜的 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 人与人之间那个聪明才智 只差五分钟而已 只差五分钟 五分钟以前你想到了 他没有想到 五分钟以后他也想到了 他就知道你骗我 骗人没有一个好结果 就是因为他只有五分钟的差距 玩任何噱头 最后自己都是倒霉 因为你的路越走越窄 大家对你的信任感越来越没有 你就完了 你就全完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经商之路 越走越艰难 自作自受 我们怎么样才能忍耐 很简单 第一个 你能够不急吗 我们有一句话 大家始终不太了解的 为什么快快快 你就达不到你的目标 为什么 今天整个社会都说快快快快快 都告诉你快快快快 只有我讲相反的话 我的话是说快快快快快 死得更快 死得更快 你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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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方向错误了 你越快就越倒霉 当你方向对了 你才放心的去快 所以一个人不能快快快快快 不能 但是我们现在整个都在告诉你 不快就没命 不快那真的没命 最后真的没命 害死多少人 还有一句话更难了解 急事要缓办 要缓办 今天人不是急的事情 就是要一半 急都要死了还能缓吗 然后你就忙中有错 急是没有用的 完全没有用 急不来 做任何事情一定有个过程 那过程怎么急得来的 我问你怎么急得来 今天人工夫不扎实 就是他急嘛 以推动管理者走向成功为举认 客户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 与中国企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时代光源 时代光华 一个人 人家不容易了解你 千万记住 虚高 超必寡和 我在这里要说明了 西方人他是少数 不从多数 这是天大的笑话 我问你少数为什么要不从多数 为什么 你告诉我道理 为什么少数要不从多数 我们随便动脑筋一想就知道 世界上聪明才智高的人 永远是少数 你去看易经 易经告诉你 贤 大以多数 一个高明的人 绝对赢过大多数 绝对赢过大多数 我对民族国家 少数不从多数 这个规律 我是非常不赞成 而且我希望各位了解 公司是少数人在维持 没有什么全员经营的 没有 你不要相信那种话 你看你当老总 你一件事情 弄到所有的员工都同意 你什么都不要做了 中国人只可以商量 没有办法讨论 你讨论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都是 不懂的人声音更大 懂的人他声音就小了 少数人决定一切 不是多数人在决定 不是 我觉得外国人也很奇怪 你看现在是夏天 今年冬天穿什么 是谁在决定 是少数那几个人在这里 他穿什么 今天冬天就穿什么 你多数人穿什么 根本没有人理你 对不对 就那几个时装模特儿 他穿得跟乞丐一样 今年冬天通通跟乞丐一样 就那几个人搞出来的 你还相信什么 少数不中多数 整个世界 就是少数几个人在决定 轮不到我们 老板讲一句话 比员工讲一百句话有用 那什么叫做少数服从多数 我随时可以证明 我们现在很多话 根本就是骗自己 企业有少数人在维持 跟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们读书读说 全员金银 我觉得很奇怪 一个人 忍耐 你才能够维持长久 因为乘一时之气 后面那个 没有办法去收拾的 没有办法去收拾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不太容易 为大多数人所了解 这是必然 一个高明的策略 不太容易 争取到全部人的支持 不太容易 我讲的是不是 各位心里很清楚 你看真正话好坏 有几个人看得懂 我里有几个人看得懂 对不对 一般人讲都是随便说说的 我已经讲过什么叫方便说 人类说话 它是不得已的 它都是方便说 跟现在方便面是一样的 什么叫方便说 就是随便说说 不能认真的 一认真都错 我问你哪句话是对的 你告诉我哪句话是对的 所以听话只能听到差不多的地步 不能再听 研究问题也只能研究到差不多地步 再下去全错了 当你把一件事情说到绝对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有错误了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相对世界里面 我们是活在相对世界里面 只要我们活着 就没有绝对这回事 死了以后是绝对的 没有生出来以前是绝对的 一生出来它就是相对 一定要了解你所处的环境 可是爱因斯坦讲相对论以后 真的没有几个人懂得相对 我第一个请问你 相对论有没有绝对在里面 如果没有绝对就根本没有相对 没有绝对哪里有相对 但是他只能说相对论 他不能说绝对论 因为一个是本一个是道 本利而道生 一个没有中国哲学素养的人 要去了解科学也是高度困难的 因为他会偏嘛 会偏 一偏就完了 我讲一句话 各位要好好去想 每一句话多少有一点道理 你只能这样讲 说每一句话多少都有点道理 都不能强调 一强调就错 你说当学生要努力 这句话也很危险 有个学生他已经很努力了 每天晚上读到两三点 那白天也不玩 整天都在读 你还告诉他 做学生要努力 你就使他什么 使他的毕业证书 假定他名字叫孙小兰 假定 加三个框框 就是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死掉 所以孔子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用功 你要告诉他用功一点 一个人很运功 你要赶快去玩 用功有什么用 这样才对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你才不会错 对不同的人 要讲不同的话 这是高度的智慧 现在不是 现在美国人都是统一的规定 统一什么都统一的规定 全完了 我们要了解 真理是无法说的 真理是永远说不清楚 因为它范围太广 你每人说 只能说到一部分 因此聪明才智越高的人越需要忍耐 否则你会活活被气死 各位会发现 真正高明的策略都是被饱受攻击的 因为一般人看不懂 等到一般人都看懂了 已经事过境迁 毫无作用 所以忍耐 是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讲 对于没有才能的人来讲 那忍耐不忍耐 没有什么不同 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你越懂得多 你越需要忍耐 因为一个懂得多的人 他讲话不会很肯定 他不会铁口直断 他不会 因为充满了变数 随时有改变的可能 所以科学里面才出现一个定理 叫做测不准定理 连土地都测不准 这样你才知道 要测量土地的时候 准备两包最好的香烟在这里 那个测量人 仪器还没有拿出来 香烟递给他 一包塞给他 他就测过来一点 你家就多大一点 老实讲 在哪里一条小线 就是很大一块 我跟你讲 这没有什么不对 这什么不对 因为他哪一支笔 可以斜这样也可以斜这样 一斜这边你就玩 一斜那边你就得到很多土地了 那两包香烟还舍不得花 你测得很准 土地也会变 整个土地都在变 哪流不变 如果我说山会走路 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 山怎么不会走路 山只是走到你看不见而已 他都在走 就叫走山走山 本来什么叫走山 整个地球随时在改变 哪里有什么绝对的 哪里有什么一定的 那我现在请问各位 撤不准你要不要撤 你要不要撤 你说撤不准 那就不要撤好了吗 不对啊 就是因为撤不准才要撤 你撤了 你心里知道他撤不准 但是你多少一个预计 你才好调整 你才好调整 如果说撤得准 那每个人经营最后是一样的 就是他撤不准 所以同样的数据 有人这样想 有人那样想 经营出来才有不同的效果 我们所预计的是同样的市场 我们所拿到的是同样的资料 我们得到的是同样的数据 但是所做出来的决策 是不一样的 这才叫管理 很多人读管理 管理到最后有一定的答案 这个人就完了 管理是不可能有一定的答案 不可能 听清楚 工程有一定的答案 对就对 错就错 管理没有一定的答案 无所谓对错 他错会变对 对会变错 那错怎么会变对 就叫主上有德 那对为什么会变错 就是主上缺德 很简单 没有别的原因 这叫做看不见的手 这就叫做看不见的手 我不晓得各位经营到现在 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比什么都厉害 看不见的手 明明错了 赚很多钱 明明什么都对了 我看太多了 这个错 那个错 那个错 错到最后 阴错阳差 歪打正着 怎么有钱呢 我都不知道 有钱就好了吗 管那么多 经营有太多的变数 谁都没有办法掌握 你不要说科学 神仙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要尽力而为 一定要尽力而为 所以整个加起来 其实只有四个字而已 做一个经营者 做一个管理者 做一个领导 千万千万四个字要掌握 心存善良 那我问你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善 善是不是好的意思 善不是好的意思 善也不是美的意思 善就是善 怎么善是美 善是合理 大学里面所谓的 直以至善 不是求最好的 不是 什么求最好的 求求最好的 求最好的 很多人求自以至善解释成求最好的 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不可以求最好的 我们生产事业 我们生产事业不是制造最好的品质 绝对不是 制造最合适的品质 你做个假牙 要不要做那个假牙 永远不会坏 要不要做那个假牙 那人死了 那个假牙干嘛 还没有坏 要那么好干什么 你说不要等到人死 他两年就变闲 就不能用了嘛 你知道日本车 为什么能够打进中国市场吗 因为那时候的价格 绝对是亏本的 日本人就用中国人的道理 来打进中国市场 你看所有车子 日本人先进来 你一算 根本不够成本 日本车进来的时候 他都是把那个材料 把它弄到 差不多两年就坏了 那种程度 所以你看刚进来 那日本车很快就坏了 坏了就要修理 他就赚你那个 换零件的钱 从赚零件的钱 来抵那个卖车的钱 完全是偷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天底下只有中国人 会三块钱买进来的东西 两块卖给你 他会 然后嘴巴都讲 不做亏本的生意 自己讲我三块买了 两块卖给你 我这个三块卖给你 你钱贵 我把盖子收起来 两块 你回去说盖子呢 一块五 还赚五毛 这个才厉害 你知道美国那一套 什么算成本 什么透明化 什么钱完了 那你当然会问 那美国为什么 人家新那么久 很简单 美国新的时候 是当一切变数很小的时候 现在变数一大 美国就很吃力 现在美国非常吃力 这咋搞不清楚的 美国那一套是市场很稳定 环境没有太大变化 汇率很固定 他一定赢的 可现在不是 现在人民币也开始活动了 什么都是不一定了 美国人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不一定 他一看不一定 头就大了嘛 你要了解 这个此一时也 彼此也是不同 二十世纪不学美国式管理 是最吃亏的 二十一世纪还死报着 美国式管理不放 是最倒霉的 他时间不一样 中国人最擅长就是 当环境快速变动的时候 他最有办法 因为我们这传家宝就是 混水摸鱼 你听了觉得很没有面子 什么混水摸鱼 你把祖宗的脸都丢光了 所以我们换四个字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 就是投机其巧 你也觉得这个不对 这样子也是有辱加风 再换四个字 中国人最拿手的 就是随机应变 你说对对对 就说好听一点而已 但是我的结论很简单 做一个中国人 千万记住我这句话 一定要随机应变 绝对不要投机其巧 你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